今天咱们来做一道牙签肉 牙签肉怎么做出来呢 不干不柴 也来好菜有好方法 说起牙签肉 这个肉的选择还是非常的丰富的 当然今天是用羊肉选择的羊里脊 可以用牛肉猪肉鸡肉都可以 切成0.4厘米厚的片 再来切点葱姜蒜片 现在咱们来开始腌制羊肉片 这羊肉怎么能够腌制的又鲜又嫩呢 这一步您也看好了 这个是小苏打 小苏打里咱们放入啤酒 咱们给它调匀 分两次倒入肉片当中 咱们给它抓匀 继续地抓拌均匀 好 吸收之后咱们来放入一个蛋清 继续抓拌 现在放入盐和白糖 蚝油 调料放了之后咱们给它抓匀 抓匀之后咱们来腌制30分钟 现在开始来穿牙签肉 把腌好的肉片用牙签来穿好 穿呢也有技巧 你看咱们穿里之后呢 让它旋转着穿 这样呢炸的时候呢不容易掉 锅里呢烧油 油温升至六成热 也就是180度 咱们把穿好的牙签肉放入锅中 下戏之后呢不要马上搅动 让它炸至30秒再来搅动 否则呢下戏之后呢一搅动 这个肉片呢容易脱落 这样呢凝结之后呢 咱们用勺子来轻推 始终呢保持六成热的油温 来炸至 牙签肉呢炸至焦黄色 表面呢有这个小胶边 这个时候呢咱就可以给它倒出来 沥油 锅里呢放入三分之一勺的油 烧热之后就可以给它关火了 放入孜然芝麻 再给它炒香 放入辣椒面 放入牙签肉 翻炒均匀 吃完这个牙签肉呢 再也不用出去点羊二串吃了 牙签肉很适合在家庭里头做 可以直接炸也可以炸后呢再炒制 它的调味呢可以提前把肉腌制 也可以在炸了以后在炒的过程当中再加上一些调味料 比如说五香粉自然粉或者是辣椒粉胡椒粉等等 蝶蓝好菜每日更新 为您的美味生活争彩 蛋炒饭是一道简单的美食 越是简单的美食 越是考验功夫 怎样做到粒粒分明 饱满弹牙的蛋炒饭 下面您看好了 蛋炒饭呢离不开香葱 咱把这个精选的香葱啊 给它切成葱花 这个香葱的搭配也很讲究 葱白葱叶各一半 咱们选择四枚普通的鸡蛋 先把两个蛋清取出来 放在米饭上 蛋黄蛋放 再把剩余的两枚鸡蛋 打入碗中 那现在呢把这个鸡蛋呢打散 有条件的呢可以用辅鸡蛋 现在呢我们把蛋清和米饭呢 给它拌匀 这个米饭呢要选择隔夜的米饭 蛋炒饭要炒好 有好几个因素 第一呢要有毫米 最好是隔夜饭 现正的饭不适合做蛋炒饭 因为它比较粘性 另外呢选择好的鸡蛋 最好那种土鸡蛋 这个放羊鸡的鸡蛋 它特别香 蛋炒饭有很多个品种 不同的地区啊 都有不同的一些用料和制作的方法 蛋炒饭源于嘴炒 赵国公羊树爱吃碎金饭 就是现在叫蛋炒饭 后来飞扬帝南巡到扬州 把这个饭带到了扬州 形成了今天的扬州炒饭 起锅烧热啊 加上花生油 这个油呢要宽着点 赶给它烧至五成热 边搅动啊 边下入鸡蛋 炒鸡蛋呢一定要注意手法 勺再旋转鸡蛋细流 鸡蛋成熟之后 犹如均匀的桂花一般 鸡蛋呢炒透 咱就可以给它盛出来 沥油备用 现在呢另起锅啊 烧油烧至五成热 咱们把刚才拌好的米饭下锅 米饭呢充分炒散之后 咱们把鸡蛋放入锅中 炒米饭呢也有技巧 三番凉炒不断地旋转 这样呢这个米饭呢 它容易炒散 普世无华的蛋炒饭 只需要来一点盐来调味 最后葱花撒在里面 翻炒均匀 椰子好菜每日更新 为您的美味生活争彩 好